结婚11年,大儿子却越来越像隔壁老王 村里人当笑话一样闲谈了好多年 连邮递员都把属于老王的信件直接送到孩子手上 大家好,我是入秋梅喝上一杯奶茶并且有点感冒的娇严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 渔华四大神作之一,许三观卖雪记 被韩国买了版权搬上荧幕 墙地开花墙外香 我们来看看这部现实题材被改变成了什么样子 许三观大儿子的长相让村里一问生越来越大 他十分坚信自己和老婆11年的情谊 岂能被这种小事所左右 为了堵住悠悠之口,索性做了血型鉴定 当着全村人的面宣布结果 结果打脸了 妻子玉兰是村里的一枝花 当初为了顺利娶到女神 她又是卖血挣钱,又是入坠老战家 才打败了情敌老王 这些年一只案子得意 谁称想是帮情敌养儿子 许三观怒果中烧 顾不上村里人笑话 立马跑回家致问玉兰 面对生气的丈夫 玉兰虽然有些难堪 但还是坦白了 许三观不止生气 还心痛 最心爱的大儿子居然不是亲生的 宠爱了许多年的妻子 居然瞒了这么一件事 他整天躺在院子里 白天谁叫都不理 晚上一个人偷偷抹眼泪 还没等许三观过去心里这道坎 就又出事了 老三被同龄人欺负 回家摇人 大儿子伊乐为了给弟弟出头 把对方脑袋打坏了 人家家长肯定不干 要求五千块钱医药费 许三观这会儿可置身实外了 你也知道我戴了十一年的绿帽子 这会儿我可什么都不管啊 老王也不认伊乐 孩子都不跟他性 凭什么他花钱呀 玉兰说 还是我来吧 结果被老王两口子打了一顿 在村里人异样的眼光中狼狈回家 许三观却有些心疼 于是时隔十一年之后 他再次走上了卖血的道路 他还上医药费 还不忘给玉兰带了一双新鞋 他对妻子生的气就算消了 不过与老王相似的伊乐 始终不能被三观承认 他让伊乐在没人的时候叫自己叔叔 区别对待当然不止体现在称呼上 在那个缺一少时的年代 全家人饿得晚上都睡不着 面黄疾瘦不成样子 许三观为了让家人吃上一次肉包 又一次卖了血 全家人为了肉包欢呼准备出发的时候 他把伊乐单独叫了出去 让他去爷爷家吃红薯 还不许对妈妈说实话 伊乐是个懂事的孩子 笑称自己不爱吃肉 就跑了 妈妈虽然心疼 却毫无办法 这天 老王开车突然开始吐血 接着就卧床不起了 许三观听到消息仰天长笑 真是人见自有天收 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老王得的好像是绝症 他们家里想把伊乐要回去 因为道士说得找亲儿子招魂才能救回他 可是老王家只有两个姑娘 他们这时候想到了伊乐 只要孩子以老王儿子的身份去叫魂 他们愿意承担伊乐学费为代价 为了伊乐将来打算 玉兰同意带孩子过去招魂 伊乐却很抗拒 他没有办法对着老王喊出爸爸 道士和老王妻子甚至开始逼他 拿纸让他照着念 此时的许三观因为不太放心 偷偷扒窗户观看 伊乐看到了他 这声爸爸终于喊出了口 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呼唤 让许三观心都软了 他猛地推开门 把伊乐抱在怀里 不管伊乐身上流着谁的血 从此以后他都是自己的儿子 许三观把伊乐背回了家 父子之间再没有隔阂 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 一天伊乐突然晕倒在田间地头 医生怀疑是得了和老王一样的病 小诊所诊不出来 许三观让玉兰先带孩子去大医院 自己去筹钱 他想包括老王在内的所有人借钱 当然还是不够的 他还是走了老路 卖血 卖血必须要有三个月的恢复期 为了不被医院赶出去 许三观奔走于各个卖血地点 救命要三了 可他卖一次只能得到三千 为了让脸色不至于惨白 他在医院外面倒立让脸充血 没有休息的地方 只能顶着雨吃冷罐头 他不敢耽误一点时间 终于在一次抽血的时候晕过去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医生为了救他 竟然给他输了血 这是别人的血 他需要付钱 许三观颤抖着身体和医生理论 把别人的血抽出去还给他们 我不能给钱 争执中摔倒了 他的钱撒了一地 而围观的人 这些和他一样为了钱卖血的人 他目隔骨铺石一样蜂拥而上 经历坎坷 许三观总算凑过了钱 跑到医院找儿子 却因为大声喧哗 被医生护士赶了出去 伊勒斯有所感 从窗口看到下面的爸爸 父子俩终于团聚 伊勒的病也有救了 故事似乎到这就结束了 至于后续 诶 我怎么有点饿 许三观带着一家人吃上了美食 他们还会在一起度过生活中更多的艰难 就要是有幸拜读过原著 不太敢评论于华 但总觉得把故事背景放到韩国 书中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事件都失去了那份厚重 丧失了一种质感和深度 有些表面化 这部电影趋向于讲家庭苦难 而不是经历时代变迁的一种沧桑感 不过影片还是有可取的地方 它更倾向于讲亲情 拍出了生活化的幽默 家庭中的那些小温馨也很动人 父亲之间的相处 父子之间 林林之间 它也将原著中一些小点拍了出来 比如卖完血 吃血肠 猪肝 还有饿得睡不着 许三观用嘴炒菜 虽然侧重点不一样 但我们也可以从家庭的角度看社会 还有片中演技优质的演员们 其中许三观的扮演者 是号称演谁是谁的何正宇 比如追击者中变态杀人犯 就是他演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是娇严 咱们下期再见